原来皇上宠爱纯贵人的原因在这里,在甄嬛传中有这样一个小女孩,她虽然和甄嬛一起进宫,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皇上的宠信。 这个人就是纯贵人,她当时进宫的时候只有十四岁,年纪尚小,所以皇上根本就不把她放到眼里,照她进宫只是因为觉得她的家族有权有势,年纪小小的纯贵人在宫中平平安安的度过了三年,直到她长大成人了,和甄嬛成为好姐妹,她把甄嬛当成自己的亲姐姐,有什么好东西都愿意与甄嬛分享。 一心为甄嬛好,非常善良,甄嬛也非常喜欢她,精巧叫她在自己宫里玩,像对待自己妹妹一样,有一次纯尔在甄嬛的宫里玩耍,正巧皇上来看望甄嬛,这个时候皇上也就注意到了纯贵人,果不其然。 当天晚上,皇上就宠幸了纯贵人,在妃子第一次室请之前,都是要由太监送进去的,当时春儿躲在被子里,太监还提醒她说不要太紧张,但是纯儿向太监露出了甜甜的笑容。 当时太监也感觉十分奇怪,别的妃子在事情之前都是十非紧张的,甚至有的人都害怕的哭了,为什么纯贵人会如此的放松呢? 因为,纯贵人心思单纯,并不懂男女感情知识,所以天不怕地不怕,其实纯贵人她的心思是非常单纯的,她只是想对皇上好,并且想要服侍皇上,不像后宫中其他的妃子,有的是为了诠释,借助皇上对他们的宠爱一步步往上爬,相比于春儿这样的。 感情来说,其他妃子对皇上的感情就太虚假了,也是因为纯贵人这样天真烂漫又单纯的性格,皇上后来对纯贵人也是十分的宠爱,却可惜,后来她卷入了后宫的争斗之中,也被其他的妃子给害死了。